那這禮拜要開箱的是 ASTECH AC6000BT 新款的測速器 那一樣 沒有廠商贊助 我自己花錢買的 開箱的同時呢 我們也會讓我之前 新舊款測速器我們來做一下 比較 讓大家知道說 新款舊款之間 差異在什麼地方 AC6000主要標榜的是 它上面這邊有提到的 它可以跟手機做連動 因為它這次多了一個藍牙連線的功能 這個也是我最想要的功能 OK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把箱子打開 那我這次買的是豪華版 那豪華版的話 它有附贈一個包包 很漂亮的一個細心包 然後 它裡面的用料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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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它的主體 全新都沒有開 說明書 跟一條USB的充電線 那說明書的話 它有中文、英文、日文 跟最後一個是德語 所以有四國語言 另外來講說明書沒有人在看 OK 好 撇開那一些 我們直接看一下 這個測速器 那全新的都沒有拆 這個廠商也沒有贊助 這次的話 它裡面是內建鋰電池 這種的話 它就會形成它裡面 就必須要待機了 所以這個要拿起來 我們看一下電池是送多少安時的 它上面沒有寫 看一下它上面好像沒有標 誰用的電池 但是它上面 它就有序號 它沒有標容量 就一般的18650 這一顆18650 OK USB可以充電 我們電池裝上去之後 它這邊就有開機了 然後它選單 我看一下 選單應該是跟 它原本這一款 因為我手上有另外一台 順便拿給你們做比較 它這個是舊款 上面這個是 AC6000 這是AC6000 這邊是有多一個藍牙的標誌 舊的沒有 那 橘色框 這些 不管 看起來選單都是一樣的 看一下 第一張選單 大家看一下 選單上面是一樣的 新版的螢幕更新率感覺比較慢 舊版比較快 舊版比較不會閃 看一下是不是 是因為 對 沒有錯 不是因為拍攝關係 不曉得 這OLED 更新率不太一樣 舊版的更新率比較高 所以你看不到掃描線 OK 好 這是它第一頁 第二頁 第二頁 第二頁選單基本上也是一樣的 選單也是一樣的 第三頁 我看一下 第三頁 第三頁的選單也都是一樣的 OK 不過我這邊的話 它已經快沒電了 我可能要換一顆電池試試看 換一顆比較有電的鋰電池來做測試 A few moments later 買這一台不是講過 它有一個重點在於說 我們要做 藍牙的連線 手機先拿出來 然後 它因為它有 iOS跟anduno 那基本上 這個搜尋的話 只要搜尋這個 ACESOFT的話 那它會有這個功 它就有這個東西 我已經下載了 所以在桌面上這邊 只要點 SOPT 進去 喔 有 你只要開機就有了 那這邊就會有跟你講說 要不要選擇這一台 OK 連接 然後 這邊的話 會跟你講 它會倒數計時 那我們就壓一下 好 好 哇 這個單位的轉換比 它這邊還要方便 用點的就可以了 它馬上幫你做範算 好 彈藥這邊也是一樣 因為我現在是中文體系 所以這邊的話 點下去 它就全部是中文 彈藥 我不曉得以後 我可以 OK 彈藥是直接點 是可以選 可以儲存 清除 下面 這邊是分析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做 可以把畫面清除掉 上面資訊清除掉 那你也可以要儲存起來 因為我都還沒做射擊的動作 所以不曉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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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一個是可以做設定 大家要設定看一下 一樣都是6mm 這都可以改 看它可不可以讓我亂改 63 30 可以耶 如果改300 300也可以耶 那重量呢 重量0點 可以是0嗎 看一下 它會變D4值 那如果是 0.75 可以嗎 有 那中間小數點怎麼不見呢 0 這點要自己打 75 OK 還算蠻好玩的啦 所以我們先暫時不要亂改 好 666666 OKOK 那 基本上它連線就這樣子 然後 我們還是要做實際測試 好 那我們真的是實測 我們這邊的話 基本上 我們要做測試的槍呢 是這一把ICS 我們裡面已經改成是 Aster 我們已經改成這個 我們電池是用這一顆 5000mAh 30C 然後11.1的電池 目前電壓是 12.52 OK 那 因為是ICS的關係 所以我們彈骨方面的話 我們一樣是用ICS的電動彈骨 OK 好 上班完畢 好 好 喔 這樣就真的很差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說我要這樣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之前 我這邊都必須在透過 我可以往這邊看 這邊是我的攝影機 攝影機在這邊 我必須把鏡頭一直掉到這邊來 然後這樣之後 我們沒有辦法去看我的 所謂的即時螢幕 因為螢幕都必須要用擷取的 這樣擷取方法 就是很難看 我只能講說很難看 我直接熟悉是可以螢幕錄影 對不對 好 那我這樣在射擊的時候 我就可以 不用像以前要用攝影機 再去抓另外那個角度 完成我就丟在旁邊 他就幫我把整個螢幕把它記錄下來 等一下我們在做射擊的時候 OK OK 好 130 可以看我們螢幕這邊 就會同步做紀錄 這樣以後 我這邊的螢幕就錄著螢幕 然後就在旁邊 螢幕這邊 我就會開一個地方 要不然的話 那邊攝影機所截取出來的 所截取出來的畫面 可能不是很好看 沒關係 我們這樣很方便就可以去做測量 那這邊他也會幫你做即時的換算 OK 時間 可以單發單發 我這邊就可以一連 這邊就可以做一連串的資料記錄 對於我們要做影像截取 還有做拍攝影片 這都是相對來講 非常方便的功用 對 這可以清掉嗎 如果我這邊清掉 那螢幕那邊會不會跟著你清掉 看一下 好 我會 清掉這邊 清掉 喔 這邊不會跟著清掉 所以只有我這邊清掉而已 他那邊不會跟著清掉 對啊 那這樣子 這樣資料就沒有做同步了 這可能要跟 Aztek那邊 那邊講一下 因為你這邊如果我按清除的話 那邊的資料沒有跟著清除 這樣變成我這邊的第18發 那邊已經到39發了 這樣資料沒有辦法同步 等一下 喔 這樣子好了 重新來 清除資料 那我這邊也要壓 清除資料 OK 好 我這邊都要我這邊也要做 那邊也要做 然後 然後 好 我們測一下 好 我們測一下 所以基本上 這邊可以到100發以上 這邊最多就只能到99發 這邊最多只能到99發 好 來 我們現在做單發射擊 單發射擊 每一台的出速 是不是一樣 好 我們打18 OK 18 好 我們現在這一台是OK的 那我們換下一台 他舊款的 這台是MK3 現在測這個是MK3 好 一樣 現在測這個是MK3 就四射 好 就四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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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섭 我比較高 這台又比較高 噢,升級了 好,那我們現在 剛剛做完很簡單的實際的射擊測試之後 它實體機這邊的訊息的顯示 跟原本舊款的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比較沒有什麼比較驚奇的 這一台在這邊的這個功能的話 我覺得它的重點應該是在手機了 它櫃也應該櫃在它手機這個APP了 老實講,手機的OS會不斷的更新更新再更新 那你的APP如果沒有即時更新的話 會變成不能用 這些成本都是落在廠商 因為它賣不好這個APP 可能明年就沒有人維護了 後年可能就被下架 有可能如果廠商一旦不維護這個APP的話 那這個東西就廢了 對於我這個影片你有什麼任何的想法或者是建議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OK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